美国20日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战在双方互加薪一波关税下再度升温 中国通讯设备大厂华为更成为美方开刀的目标 在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后 Google证实已终止于华为的部分业务往来 华为的新一代Android手机将无法使用Google Play Gmail等服务 苹果日报报道,指Google已停止于华为之间 除了拥有开放原始码开源授权协议Open Source License以外的硬体及软体产品转移 美国科技新闻及媒体网站The Verge执行编辑伯恩Dieter Bone透过推特表示 Google正式因应商务部的规定,已经终止于华为的直接业务活动 根据报道,华为将立即失去对Android作业系统进行更新的存取权限 而华为在中国以外的新一代智慧型手机 也将无法使用Google Play商店、Gmail YouTube等应用程式及服务 知情人士称,华为将只能使用Android的公开版本 无法使用Google的专有应用程式与服务 知情人士指出,Google内部仍在讨论具体服务的细节 华为尚未对此报道发表评论 一名发言人上周五表示 该公司的律师正在研究美国商务部的行动所带来的冲击 华为将继续透过开源授权存取Android作业系统 但知情人士称,Google将停止提供华为任何Android和Google专有应用程式与服务的存取 技术支援及协作 Google Play商店提供的热门Google应用程式 如Gmail YouTube和Chrome浏览器等将从未来的华为手机中消失 因为这些服务不在开源授权范围内 报道指出,Google此举预计对中国市场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 因为大部分的Google手机应用程式在中国都被禁 不过,华为在欧洲的业务是经由Google授权 华为的第二大市场可能受到重创 Google Play商店